再来要布施甘露水 那方凡各位的右手的倒数第二支 要点七滴 往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代表六道 后面代表你的冤心在主 多胎太恶 你要每天对他布施 他就不会找你麻烦了 很容易超度他 所以以后各位要拿水 要想点一点 你老公问你干嘛 点你也点一滴 因为布施甘露给他 所以你要点七滴 好 开始 跟我念一次 那么 那么 Solo 但他也多 大志他 Solo Solo 如果女人希望六七十岁啊 那个皮肤还是很细啊 请你多念这个咒 因为这个咒叫妙色图论 就是你会很漂亮 它是妙色神如来 因为那个二轨道 每一个都像火炭一样烧得干干的 但是他得到这个甘露 他皮肤就恢复成婴儿的外表 所以叫妙色神如来 妙色众 也叫甘露水真言 所以各位以后就开始练习吧 走到那里就滴一滴 我会念三遍 然后各位就观想好不好 观想 那麻烦你这一杯出去以后 记得 记得 慢慢滴 滴到你家外面 然后最后全部把它倒光 好 开始 它的手印事实上是这样而已 就是从你的每一根手指头 出现甘露 你要会观想 然后我们会加 讲布施 来 那么苏罗伯耶 但那耶多耶 大自他 瘦罗 苏罗 本来苏罗 本来苏罗 沙伯 那么苏罗伯耶 但那耶多耶 大自他 瘦罗 苏罗 本来苏罗 本来苏罗 沙伯 那么苏罗伯耶 但那耶多耶 大自他 瘦罗 苏罗 本来苏罗 本来苏罗 沙伯 沙伯 耶耶那 就是他们充满一切 他们要衣服 要什么都得到 来 安耶耶那 三不阿 我自来 安耶耶那 三不阿 我自来 安耶耶那 三不阿 我自来 你每天 最好 用一个 矿泉水的瓶盖也可以 然后一点点水 加七颗米 好不好 如果你这个人很慈悲 再加一点面 加个花生 他们跪在那边 跟你磕头 越好吃越好 因为恶鬼道的寿命 是一百七十万年 没得吃 没得喝 所以佛陀说 你把所有世界的佛像 都变成黄金的 而且你做了几千年 黄金 所有三宝寺庙 都把它弄成黄金的 这么大的福报 还不如 布施一点点东西 给可怜的众生 所以 慈悲的功德 等于供养所有佛的功德 这一点 所以有人问我说 你们法师啊 这个好像汉传的法师 比较有钱哦 藏传的比较穷 我说对 因为汉传法师 每天都要做三遍 藏传的比较少做 藏传佛教比较重 善供 火供 供养本尊 他比较少去直接 布施给鬼 那我们汉人呢 福建人广东人 很喜欢烧金银子 看谁烧得多 就至少有一个善心 所以下师也很重要 善供也很重要 但是你没有善供 至少要下师 但是你有善供 却不下师 就不慈悲 不慈悲 福报就不供 就这个意思吧 所以各位 所以我们把功德 回向一下 好不好 愿生西方净土中 酒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身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回向给红色的牌位 那是你观想你家里的人 老人小孩家庭事业 那是观想所有澳洲的人 那是风调雨顺 有人 有阿修罗到天道 所有善道的众生 得到法会功德 来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好 大家平安回家 明天再来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曹玉田医师 响应防疫新生活运动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落实每一个防护细节 就能安心生活 享受生活 当民众前往菜市场 夜市等户外购物环境时 请务必注意下列两点 一 随时保持手部清洁 用肥皂勤洗手 或自备酒精干洗手 二 保持社交距离 或全程佩戴口罩 另外 用餐建议可优先选择 有梅花座 或具备隔板的店家 降低人潮群聚的风险 最后提醒大家 若出现发烧 咳嗽等呼吸道症状 请被戴口罩 尽快就医 并在家休息 不随意啪啪燥 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 日常生活 安心没烦恼 还用这个符样这个名字是因为希望说建用原创办人的名字呢 让孩子他们知道说为什么当初哥哥会成立南岛舞伎 妈妈为什么这次会成立这个球队 最主要是说每一个小孩子的才华各不同的领域 所以说小孩子就成立了这个球队 也希望说借用这个舞台上的文化舞蹈之外呢 用这个球场上的文化来去教化他们 让他们给另外一个更好的一个舞台去发挥他们的才华 最后最感谢的也就是我们生命电视台 愿意来帮忙帮忙我们 帮我们推广出去 让更多的善心人士知道说有一群孩子需要照顾 愿意为关怀这群孩子 用你们的行动 让这群孩子知道说社会上充满着爱 他们不是被孤立的一群的孩子 所以我在这边要感谢 主的感谢还有感恩 感恩对我们的鼓励关怀 造新闻 呼呼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非常润肺的冰糖盾雪 非常適合常用喉嚨的泥喔 搭替我 ihan好 菜叮作 平凡 均勻 平凡 均勻 雞 我可以找到一些水 我可以用水 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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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水 用水 用水 今天使用的 有味食材是百合 从小就体弱多病的我 妈妈都会炖冰糖雪梨 给我让我照顾我的喉咙 结婚之后 我遇到一位疼爱我的先生 他知道我当老师 常常要讲话 需要保护喉咙 他都会炖冰糖雪梨 来帮我顾身体 这一杯看似简单的汤品 冰糖融化于雪梨当中 雪梨释放出它的香甜 喝的每一口是如此的软心 每一口的软心 还有妈妈对女儿的疼爱 每一口除了软心 还有先生对妻子的疼爱 好香甜哦 这杯好喝的汤品 给您做分享哦 最慈悲的人只想到对方的苦 没有想到自己 所以事实上你越慈悲 越招请众生 你越有保护 所有鬼神都敬畏你 没有人敢欺负你 为什么 慈悲是最好的馈奖 最好的武器 最好的保障 慈悲无障碍 所以各位啊 现在就找请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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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无形众生 受苦众生 乃至地狱到众生 都能够同来受此八万才界 更要提醒地狱各殿的阎罗王 所有的鬼族一起慈悲 带着所有受苦众生 乃至打开地狱一样 把八万才界的功德受戒 融入在地狱 地狱众生能够受此一个八万才界 跟我们念个佛 当下他就脱离地狱苦 最高兴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真正的修行人不敢看别人的过失 他非其我非 所以任何的过失 都是我们的同体名大悲 那这样你才有一个悲心 那有悲心的人会更虔诚地忏悔 他不会指责别人的错 这样你了解吗 任何一个人去指责别人的错误的时候 你跟他讲 这个已经失去菩萨道 失去悲心 因为他非其我非 佛度有缘人 没有缘就像坐在你面前听佛法也没用 那这个缘怎么去结呢 那各位要生命奉献 不失给对方百千万劫 那对方才会对你有点缘分 想要听听你讲所有的生命 来交给三宝 你才可以得到三宝全然的加持 一分信心有一分加持 十分信心才有十分加持 Zither Harp 生命的动力来自于自卑 自卑才是我们永恒的依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